我可以动态的知道A,你便有什么东西,B,你便有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人们就想啊,那就这样很简单啊,我这样声明就得了啊,我声明我,我也不跟你跟工厂吴合了,哎,你就声明你用就行了哈,那比如说这有个方法 Void,比如说这个是一个test,我要调B对象,B点XXX,我要调这个对象,那人们就想,你这不报错吗,报空置任意上吧,报NPE嘛,是吧,那这没错的话啊,那以前我们6,那谁来搞啊,那很简单啊,人们有反射啊,那有反射怎么办呢,哎,反射怎么6对象,比如说A,点class,然后拿到他的class对象,对吧,然后提供一个无参 这个叫默认构造线,然后就可以反射,拿到一个A的对象,是不是啊,啊,你想啊,这是不是怎么,这,这是不是就拿到一个A,那同理,我B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然后直接付出三天 啊,啊,没有啊,那这个,这里他把这个,这个编辑器不太好用了 这个,下次就用我那个电脑,这个电脑不太熟悉,这个,很诡异啊 啊,啊,针对着看啊,啊,同样A是不是有了,B对象也有了,那问题来了啊,来,A对象我可以创建,对不对,B对象我也可以创建,那问题是,我怎么把这个B对象放到这里边去 怎么把这个B对象放到这里边去 同样也是反射,怎么办呢,你看啊,我不会有一个对象A出来了吗,我不会还有这个A的原性性吗 啊,那我就A点class,啊,这个是反复的这个对象啊,这是一个class对象,然后这是一个,呃,这个class 啊,反过一个A点class对象,好,那我有这个class啊,这里可以联写啊,我联写了,其实你class.new instance也是一样的啊,OK 那我也要class的,我可以干嘛,我可以动态的获取到什么呢,点,我可以干嘛,get field 是不是可以拿到属性 那问题来了,我怎么拿到所有属性啊,我能一个一个拿吗,我在提前知道又有一个蛋,机身蛋,蛋身机的问题 就是,什么情况,就是我有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这个东西的名称,我事先不知道,因为他需要传一个名称这里 我不知道这个名称,然后我要用反射走吧,我想拿到每一个走吧,那很简单,也给你提供了 有两个方法,一个是get field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是可以 点get declare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你要什么区别 很简单,一个是拿公有的,一个是拿什么 所有的 怎么说 你们看 啊,我改一下快捷键啊 这个一直,因为我也是从Eclipse过渡过来的 所以 我用的还是Eclipse的这个快捷键 OK,我们来找一个类啊 下了浪包 OK,这个类 我,我说不算啊,我,我,还那句话就是我说了不算,然后 人家说了才算,对不对,这个GTK自己写的才算啊,然后我先说一下啊,就先讲到这里,我先说一下我的课程安排啊,呃,我这个人讲代码呢,不喜欢就是给别人,就是直接就说我给你一碰鱼,然后啊,你吸收没吸收,你拿去卖也好,你拿去吃也好,但是你吃不了那么多,你拿去热了也好,但是到最后你还是记不住那么多,我讲的一个,我讲课的一个风格是什么,我讲课的风格是 对于整个东西的一个逻辑推理 怎么东西拿过来,我们先考虑一下,怎么去做,它是什么,它怎么做的,如果是你,你怎么做 对不对,OK 那么如果直接上原码的话 上面会有一些病,factory病,然后听完之后,里面有对Netson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OK,我就从最原始的这种方式来给你们看 它是怎么过渡过来的 那从这一步一步的从工厂,从new到工厂,然后从工厂到什么了,用反射,OK 然后这个反射到底干啥,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类 这个类是在加瓦层面,它代表了一个什么,加瓦的一个实力,对不对 但是在,如果有同学对GVM感兴趣啊 你可以看到HotSport里面叫Instance Class 那个OP就是它,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在底层也是C++ OK,那么直接来看 它是一个class的实力,代表了一对class或者接口 那什么,跑在加瓦的应用程序中的一个类和class的一个实力 那到底是实力,什么是实力 其实就是一对反射信息 你的这个类里面方法,属性变量全在里面 OK,看第一句话就行了,对不对 每一句话看第一句话,节省点时间 那class没有一个什么,has no public这个构造线 OK,那就是说我这不能new 这个class不能new出来啊 只能是通过别的对象,或者是通过什么 这个类,拿到这个实力,OK The methods of class 这些内部的这些class的方法都暴露了一堆什么呢 一堆接口,或者是什么呢 一堆类的一些什么呢 一些成员在里边 OK,那么这个是其实就暴露我这个接口 我这个类的原讯息 也就里面的方法,他那个包包是啥,访问修饰服是啥,啥都可以用 好吧,然后呢,再往下啊 这些都不能看啊,这些就直接拿着这个类class有几种方式 这个大家自己看啊,这是拿着类的名称 OK,那么我们直接跳到那个 直接跳到那个 getfuse 先看一下,这干啥 返回一个数族 包括了所有的fuel的对象 那么反射了所有的可访问的什么public的属性 类和接口是明的 看清楚了啊 他只返回什么呢 public OK 下面有个关注点 如果这个类,它代表了一个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类或接口 没有一个访问修饰服 那返回一个浪 返回一个零 也就没有 因为他只拿public的 如果这个类是一个 如果这个对象是一个类 那么这个类是什么呢 方法是有public的修饰服 那么将会返回什么呢 公有的属性 或所有的负类 看啊 of all is superclasses 从负类里面拿过来的什么呢 信息都在里边 OK the class对象代表了一个接口 method将返回一个什么呢 这个接口里边的所有公有属性 因为接口本身就有公有的 这毋庸置疑 对吧 OK 那么下面就不用说啊 下面就代表了一个数族类型 数族类型是原始数据类型 他什么都没有属性 所以他返回一个什么零 那下面这很简单 但是有个句话 我先给你们讲清楚 有句话啊 那这句话呢 在很多人写 代码的时候 经常 经常犯 特别是写框架的时候 特别是写框架的时候 我给你们讲句有趣的事情啊 在阿里里面有某个人啊 写代码的时候就依赖了 getfield的这个顺序问题 然后就导致了一个很诡异 线上环境和本地环境运行突然是不一样的结果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就这句话说的 the elements in return array 不能够被什么呢 排序 并且是一个什么没有顺序的保证 所以说他依赖了这个顺序 他怎么 他getfield的 拿过来 我一定第零个就是我想要的 然后他就拿第零个 然后一拿直接报错 看清楚啊 就说了 这个方法 他说了 他不能保证 我这个属性一定是有一个顺序的 也就是说 在不同记忆上面拿过来 可能是不同的结果 但是返回的宿主的长度和内容 肯定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的顺序可能是不同的 OK 那么大家再看清楚这个东西啊 那这个是getfield的 OK 那么在getdeclare 这个呢 这里干嘛呢 返回一个速度